这个欢乐满东华表演一个飞车的项目就是非常刺激 对,那为了当晚的演出 它对每一个细节都要求很认真,一点都不马虎 TVB每年一度的大型筹款节目欢乐满东华九九 经过连月来的筹备,近日已接近尾声了 在这个节目里,每次都会邀请多位艺人表演一些高难度的项目 务求博取更多的善款 今天我们就来到由歌手王杰所负责的王命飞车排练场地 速记一下他排练的花絮 如果大家没有忘记的话,王杰还没有踏足乐坛之前 他本来就是一位摩托车特技人 对于表演飞车,应该是驾轻就熟的事情 可是这次的表演,他却要舍弃熟悉的摩托车改换小轿车 不知道他会否感觉分别很大呢 我想汽车跟摩托车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 摩托车可能我自己控制比较会灵活一点 但是因为汽车如果我想大家看得到那个跳台 到时飞起来大概会有一层多楼高 等于是一个椅子这样子,整个人坐在椅子 从这样坐到地下去,那脊椎骨会比较难受一点 王杰这次王命飞车表演将会以90公里以上的车速 从一个高台零空飞跃十部汽车 大概50到60尺的距离 面对一项挑战生命的表演,他有什么心理准备呢 我想最主要就是不要怕 因为你要有信心 我觉得没什么好注意 因为飞起来的时候一切都听天有命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啊 尽管王杰轻描淡写的说听天有命 可是当他到了彩排现场 他也是第一时间视察环境以及检查汽车的性能 做出安全措施 我通常做这个东西,我自己的安全措施 我是先检查测试看有没有什么地方 烧汗烧得不是太好的 或者是最重要就是我会拜神 我要祈求自己平安这样子 一方面王杰祈求上天保佑飞车成功 另一方面唱片公司也为这次表演投保一亿港币 以防不测 我觉得也是有这个必要 如果就是配配配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是我想到时公司也会把这个钱捐给小孩子 对不对 这只是配配配的话 好一位古道热唱的王杰 相信各方面都会祝福他可以顺利完成创举 而王杰现在就做最后一次的彩排 究竟他能否过关以及可以筹到多少善款呢 下星期再为大家揭晓 这个星期呢 我们为大家报道过很多有关艺人彩排 欢乐马动画的情况 如果大家想